好 難怪這邊用 好 我們的往下力叫2M-Size Theta 那這一個東西它朝下其實是什麼 其實它相當於受到一個向心加速度嘛 對不對 它這個不會往前移動 就好像什麼 不過是想往前移動的 是不是 可是呢 在這個移動的過程中 它好像是一個什麼 受到一個原蹤移動的向心加速影響 那向心地的來源是誰給的 就2M-Size Theta 移動是想往這邊移動 可是它其實受力是往下嘛 對不對 就跟原蹤移動一樣 所以整個懸上的這個點 受力可以寫2M-Size Theta 或是M-V平方 好 那就是我們用的一個 小角度的一個近似是什麼呢 我們的Size Theta會大概等於Zeta 為什麼Size Theta會大概等於Zeta 因為角度很小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Size Theta 來 為什麼Size Theta會有點Zeta 你們以前也有學過嗎 這個齁 很多人也不知道為什麼齁 你們以前常常學過 當你的角度小有度的時候 你的Zeta小有度的時候 你的Zeta小有度的時候 你的這個Size Theta 大概等於Teseta 大概等於Zeta 大概等於Zeta 對不對 有學過這個吧 有沒有 角度很小的時候 有學過嗎 沒學過 Teseta在臉色下臉色沒學過 對 沒有學過擾色 我忘記了齁 擾色 如果你們有學過擾色的話 以前有一張圖是長這個樣子 這是Zeta 因為光擋過來 對不對 這個距離叫D 這個叫R 你要做擾色風的位置的時候 這個RB 我自己有點忘記了齁 RB出於 爛打RB出於什麼東西忘記了 L的樣子 這是D 這個是D 這個是R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角度叫Teseta 對不對 那你的乾澀的波長 就可以由這方去做計算 但是你沒有學過乾澀 沒關係 好 我先講 數學上為什麼Teseta會點Si Zeta會點Zeta 我們看到這個骨長 有一個骨長這個樣子 化痕的也比較會理解 一個骨長這個樣子 這個叫R 這叫S 這叫Seta 對不對 好 當你這個Seta 夾角很小的時候 它是不是隱約看起來像什麼 夾這個Seta很小的時候 它隱約看起來像是什麼 一個三角形 對不對 所以什麼叫Sine Theta Sine Theta就是什麼 Sine Theta就是A分之B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知道一件事情 B其實是什麼 這裡頭 你的B 大概等於S 大概等於什麼 R Ceta 對不對 好 我們把這一項 我們把R除過去 把R除過去 R除過去變成什麼 我的Ceta 就等於什麼 R分之S 或者是什麼 R分之B 好 你看R是什麼 R不就是A嗎 不就是整A分之B嗎 對不對 這一個H就是R嘛 對不對 所以要告訴你什麼 其實Sine Theta為什麼會點Ceta 因為這個無償公司的原因啊 這樣講解意思嗎 可以嗎 所以Sine Theta會大概點Ceta 同樣的 同樣的為什麼 Sine Theta會點Ceta Tenget的誰是誰 Tenget的Ceta 是等於什麼 C分之B嘛 對不對 那C一樣 C是大概也跟你的 無償一樣長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 角度很小的時候 Sine Theta大概等於Tenget的Ceta 大概等於Ceta 是這樣子的原因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們說Sine Theta大概等Ceta 那 因此 2Sine Theta就變成2M Theta 那 在這邊呢 這邊剛剛那個M是什麼 剛剛的M 剛剛的M 剛剛的M是什麼 2μ 然後呢 2μR Theta 對不對 我們把它帶進去 所以2μR Theta 然後呢 R分之B 08 所以我們有一條 這樣的一個公式 好啦 稍微一下不一下 我們就得到 V等於更套F3μ V就是什麼 V就是這個 往前移動的速度 圓周運動 往前移動的速度 接線速度嘛 對不對 V等於更套F3μ 也就是我能力 除上我的 線密度 線密度 所以我剛剛才來問說 有沒有人在彈吉他 吉他的弦 吉他弦是有粗有細 對不對 有粗有細 是因為怎麼樣 他的 調整的是他的mu 他的什麼 線密度 對不對 你去鎖吉他的弦的時候 那個F就是你的張力 那你像有速度 這個吉他上的弦 他 當你的mu確定了 力也確定了 你的速度就確定了嘛 對不對 好 你速度確定之後呢 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丟一分鐘 你的弦長是L 你的速度是V 這告訴你什麼 我的坡每秒鐘 可以在這個弦上 來回多少次 對不對 所以會告訴你什麼 這就是你的什麼 頻率啊 所以頻率對應的就是你的什麼 聲音的高度嘛 是不是 所以你換吉他弦 調整他的鬆緊度 其實就在做調整 弦上速度的一個動作 好 OK 那因為下課了 所以那就先要上到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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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